诚意证心之后啊 就开始慢慢接触外界的东西了 其实这个事情也是反反复复 稍有所实践 然后马上回过来再回归本心 看是不是离初中走得太远了 而忘记为什么而出发的了 格物 格物之之 我们先拆开 想之之 先格物 通过格物能更好的知之 这个格物啊 没有很多种理解 有狭义的有广义的 那狭义的现在 我个人认为啊 他理解的还是比较狭义 说把这个一个事物 一格一格的 给他格开 这一听就是现代人的名词 有老师这么讲 我们也尊重 但我觉得这种 还是把自己就格起来了 太局限了 那笔章还局限呢 想当年 那两个半生人之一啊 王阳明 王阳明 那隔竹子 那用具来隔 隔了三年 结果 什么都没隔出来 最多就剩下一些竹江了 还破坏 还破坏生态 所以他认为这样就不行 你必须执行合一啊 怎么怎么样 那是他的最后成了一代的大学问家圣人 我们通常理解的一个格物啊 容易跟现在的物理产生联系 其实说物理啊 它本然是自然之理 就所有的这些东西 一般指的是一些物体 器物 什么牛顿力学啊 自然这个 自然界的 当然也有啊 这个光电热等等等等 声音 人 希望把人家比作一个器物 很像行尸走肉一样 存在这个自然法则之理当中 那是他们的思想 不可厚非 那我们主观认为 还有一层 更深入 更玄妙 更大的道 他们看不到 就是阴阳的阳 我们通常认为阴是看不到 实际上阳 太主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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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主无形的这些 就是说 这个物理 人自然 这个器物该怎么运动 什么时候 产生什么 甚至延伸到化学反应 就是这一系列的变化 称之为自然 还是狭义了 至高 至大 至上的 最先进的物理学是天文物理 这是宏观的 微观的 那又延伸到生物等等 从分子 原子 质子 中微子 电子 一层 一层 一层小 夸克 超弦 等等 又到 按物质 按能量 很多看不到的 都出来 他们才发现 太狭隘了 很多人 所 机器 所能观测到的 现有的科学 很有限 所以格物 你要宏观的想 你只是通过这个理 这一系列呢 然后达到什么目的呢 读书为明理 明理为行道 那更好的为人处师啊 又是回到生活 最基础的这些 反而 不在意了 那现代人就是这样矛盾 但是该学的基础物理 还要学啊 初中够了